国人到东京旅游 除了去连锁杂货店唐吉科的扫货 也很喜欢去竹地大袋美食 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外国观光客锐减 唐吉科的于是跟竹地市场的知名店家合作 推出烤牛肉 炸物 以及串烧三种便当 一个便当只卖500日元 等于是不到台币150 相当于是日本的铜板美食 开卖短短半小时 50个便当就被抢光 三种便当一字排开好吸筋 这些都是竹地人气敏店跟连锁杂货 唐吉科的联手推出的便当 进江屋的烤牛肉便当 经过五小时低温熟成 肉质呈现粉红色 长生安的炸物便当 金黄酥脆 还配上招牌的草麦面解腻 鸟腾的串销便当也非常鲜嫩多汁 您相信吗 这样一个便当只卖500日元 大约台币136元 花铜板架就能享受豪华菜色 客人惊呼赚到了 开卖短短30分钟 限量50个便当被抢购一空 原来受疫情冲击 外国观光客大险 逐地市场几乎没生意 冷冷清清 唐吉科德也不见客人光顾 两家业者于是合作 希望用低价策略抢攻在地人荷包 不过这三款便当是六月限定 想尝鲜的人可得把握时机 光以为变异